哈喽大家好我是饕铁 入秋之后又到了吃红薯的季节了 反正饕铁最近呢是跟红薯给杠上了 不是将红薯烤着吃就是蒸着吃或者炸着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用红薯和鸡蛋 分享了一个好吃的千层饼 首先取一个大红薯用刮皮刀刮去外皮 等买红薯的时候呢要选择这种黄心的红薯 这样做出了千层饼才能更加的软软好吃 然后再用刮皮刀刮成薄一点的红薯片 如果您刀刮好的话 也可以用刀切成红薯片 但一定要记住了红薯片是越薄越好 刮成这样薄厚菌的红薯片就可以了 空盆子里打入三颗新鲜的鸡蛋 利用打蛋器将鸡蛋液搅散 咱们要多搅一会儿将鸡蛋液彻底打散 再倒入250克全牛奶 继续的用快搅拌均 取个盆子用刷的盆壁上刷点食用油 蒸熟后好脱模 油一定要刷到了 然后再放一张硅油纸 将刮好的红薯片一层一层的摆放在盆子里 然后用过滤网将搅拌好的牛奶鸡蛋液滤进盆子里 一定把层张给滤干净了 再盖上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 用牙签给保鲜膜上扎几个排气孔 然后放进蒸屁里 盖上盖子上汽后蒸20分钟 食言到了 咱们的红薯鸡蛋千层饼也蒸好了 切开保鲜膜 香味是四散开来 真的是太香了 取出来后稍微放凉 切成小块 咱们就可以开吃了 喜欢小伙伴赶紧尝试了吧 我们下期再见